球场风云多变化 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 我是球老师 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永远了 普尔致命华道康斯勇士 汤神一秒三分绝评 惨遭0.4秒反杀 北京时间1月5日 金州勇士在主场对上了活塞 他们非常需要一场胜利 延续自己的五连胜势头 赛前勇士已经把自己的排名提升到了西部第七位 如果赢球他们将会来到21胜18负 排名就是和西部第六的快船完全一样了 在没有库里的情况下 要是能够杀回西部前六 那么这些队友确实也算是给蒙神减轻了巨大的压力 本场库里又是一身非常花哨的外套出现在场边 给队友们加油 还顺便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毕竟是在自己的球场 现场还在放库里的集锦 他一边笑着一边给队友们加油鼓劲 一边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他的高光 时刻在想自己何时才能回归 而这场比赛汤普森的手感非常不好 前三节比赛当中汤神三分先卖一个没劲 上一场疯狂砍下54分的他 这场球体能显然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毕竟他也是一个和杜兰特一样受过重伤的球星 他前六次三分出手全部打铁 可是就是在最重要最关键的第四节 汤普森一度连中三个致命三分 末节还剩下5分11秒的时候 勇士落后5分 101比106 汤神第一个三分终于投中了 接下来活塞打进一球之后 又是汤神的三分再中 短短41秒连进两个外线火炮 让勇士重新看到了希望 勇士最近的五连胜有多场比赛 都是在主场完成的大逆转 他们最近的几场胜利 赢球的分数分别是5分 6分 6分 2分 不到最后一刻永远别想分胜负 格莱汤普森两个三分球之后 活塞这边伯格达诺维奇突然暴走 自己命中本场第五个三分不说还连续送出完美助攻 活塞一度靠着萨迪克贝的三分在最后的1分24秒 领先了勇士队5分 勇士又被拖入到了绝境 而且接下来追梦格林还和斯图尔特发生冲突 俩人各吃一个技术犯规 他被驱逐了 因为他上半场已经吃到一个T了 但是就这样勇士最后时刻本来是还能翻盘的 汤神上篮之后 勇士知道116比117 最后40秒之落后一分 而且他们防住了活塞接下来的进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乔丹普尔又在犯罪 勇士最后一个反超的进攻回合里 他居然运球滑倒在了地上 又是关键时刻的失误 过去的两场比赛 普尔赛关键时刻出现了四次失误 上一场关键球出现过三次失误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攻普尔失误 加实在的关键一攻 普尔又是最关键的反超时刻 还剩9秒的时候 普尔运球自己滑倒在了地上 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普尔终究不是库里 勇士的这些关键回合 如果让库里来打 能不能打成不说 但是起码肯定不会以失误告终 连续两场球 关键时刻全是这种低级失误 时来能救勇士 最后时刻 格莱汤普森还剩一秒的时候 那天三分追平比分 活塞的萨迪克贝却在0.4秒 极限出手绝杀勇士 活塞完成了对勇士的横扫 汤普森第四截单截三个三分 砍30分也没有改变战局 不得不说追梦格林的驱逐 普尔的犯罪和活塞的神奇三分 让他们笑到了最后 勇士对内产生紧张气氛 格林在更衣室接受采访暗逢普尔 今天输球后 被罚出场的格林在更衣室提前接受记者采访暗访 道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很难接受的主场失利 我们本来有机会继续冲击胜利 迎接主场六连胜的 可这一切都伴随着那一次该死的失误而丧失了 虽然矛头直直普尔 好在五连胜能缓解这紧张气氛 勇士五连胜后的这一场小败 也让勇士对主场火爆的气氛稍微降了降温 重新启航 追逐伟大 但不得不夸夸这只残阵勇士 在缺少库里 威金斯两大主力的前提下 替补J格林 韩斯曼 顾名家又屡屡受伤并困扰的情况下 还能一步五连胜 着实不易 主力找到了感觉 替补发挥了能量 在等库里 威金斯归来 这支球队还是上赛季夺冠的那支球队 赛季抽 勇士屡屡输球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 任何球队 只要打勇士 都会有buff加成 在美国这种宣扬英雄主义的土地上 谁都想在勇士身上找找场子 毕竟你是八年四冠的王朝 上赛季得冠军 这也是 为什么好多懒散的 没有战术执行的球队 总能在面对勇士时一往无前 超水平发挥 第二 替补阵容的迭代 别利查 肖佩顿 波特的出走 对于这支勇士队得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汤普森赛季出的挣扎 普尔没有发挥好最佳第六人的作用 因缘迪温秦佐赛季出受伤 J格林发挥不稳定 小将怀斯曼的内奸前置 顾名进攻欲望的强烈 目的过于内敛的品质 双向合同兰姆 杰罗姆没有完全融入 所有的这一切 让上赛季得冠军显得如此之糟 塞翁施马 言之非福 伴随着魏金斯 哭里的商庭 越来越多的球员参与到了球队当中 越来越多的能量被激发了出来 恢复里之后的克莱越打越好 近六场场均30多分 不仅有助攻 在防守端也慢慢恢复 妥妥的巅峰70的克莱 让人不禁欣慰 格林的攻防一体 在这波连胜当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 输理球队没人比我溜 传球没人比我骚 防守没人比我硬 让人似乎看到了 DBOY那年的风采 迪温秦佐的大局观 看他打球适中享受 因为战术原因 普尔和格林士持球大合 但在场上你明显能看到 迪温比普尔更适合持球 从防守到支配球 做得很棒 很少失误 而且他还是一名大心脏球员 读过库里 维金斯归来 无小的最后一个名额 我愿意留给迪温秦佐 卢尼的篮板简直就是个奇迹 你无法想象2.06米身高 没有弹跳 没有爆发 前场板却屡屡建功 这就是冠军中锋的能力吧 兢兢业业的铁人 能防 能抢 能支配球 能挡拆 除了终结差一丢丢 几乎全能了 兰姆 我一直称他为微波炉 教练什么时候把他拿上场 他们立竿见影做出贡献 投篮姿势略丑 但命中率不低 身高1.98米 却作为内线防守对方四 不耗卫 不具身体对抗 球伤极高 杰罗姆 勇士对内为二的180俱乐部的人 小抛头极准 三分也不错 问题是持球时间过长 其他方面几乎也没毛病 这两名双向合同球员 你说留不留 态度有了 积极性有了 贡献值有了 现在看来 勇士对内人又有点多了 库明家减少持球进攻 把注意力放到防守以后 效果越来越好 在场时间越来越长 只要不持球 那么失误就少 机会就多了 现在是关键时刻很靠谱的一个防守者 怀斯曼一直放不下身段 觉得自己是榜眼 就要进攻 奈何他的二把刀根本不适合在NBA赛场展示 五连胜期间有两场他没有进攻戏份 只是防守 效果也很好 但是上场时间不能长 一场就要犯错 失误 犯规接踵而来 穆迪也是个要强的孩子 他的未来会很光明 前提是要不断地进步 保持谦逊 他的不断进步会让他的上场时间持续增加 鲍德温的作用很明显 上场投三分 因为太受防守端作用不高 苏绿曼没有自主进攻的能力 等库里回来 恢复库有引力 鲍德温的三分将有用武之地 2.06米的高炮胎处于空位 想想就吓人 所以 突里 威金斯的修整 带来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替补阵容 有进攻的 有防守的 可以说还是赛季出那些人 但通过磨合 通过这五连胜 精气神与之前一大不相同 与谁都能有一较之力 普尔放到最后说 为什么呢 上篇已经说了 他就是个奇葩 他是深受英雄主义控制的NBA球员 在球场上 他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他突破 后撤步三分 超远三分 都在彰显自己的这种精神 他喜欢这种自我陶醉的感觉 他运球运不下去 一般会出现两种结果 一是失误 二是甩锅 他现在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球队 好在再有三场库里付出 以后最后时刻的持球 就是库里而不是普尔了 而这或许也是最好的消息了 追逐伟大的路上不可能一番坦途 有荆棘才会愈发彰显他的伟大 希望22到23赛季再夺总冠军 那库里 汤普森 格林的铁三角组合的历史地位将更进一步 库里妥妥的历史前五 汤普森也有可能进入77大 让克莱找到了真正的状态 普尔也是作为进攻核心展现了自己的能量 可惜无失误 格林作为内线大闸狂砍 3分13篮板13助攻1抢端2盖帽的全面数据助队取胜 替补阵容 42分18篮板5助攻3抢端2盖帽 兰姆 杰罗姆展现了自己的进攻能力 库明家 怀斯曼展示了自己的防守能力 涛懒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